不用想是一个能干的媳妇 你再怎么能干 外边人都会说 你是苦命的媳妇 大家好 我来自老婆 我叫杨玛丽 是想是媳妇 有网友说 每天看到我大嫂做饭 都是给传家人做的 我大嫂太幸亏了 叫我多多熟悉 我大嫂要我幸亏一点 其实不是我懒的 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后面 是我老公 现在我老公在做饭的 说实话 我之前在老婆的时候 我才七八岁 我就跟着我两个姐姐 早上三四点起来做饭 在我们老婆 没有不会做饭的女人的 如果有也是很少 大部分的女孩子都会做饭 因为在老婆 做饭这个事情 都是说是女人的事 男人要干大事 从我嫁给我老公了之后呢 我老公在我身边 我一次都没有做过饭的 我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呢 我也做饭 但是我老公说 不要我做 也不要我帮忙 我老公一个人做就可以了 在厨房呢 一样也大 油也大 叫我回到房间 看电视就可以了 我老公很快就会把饭做好 所以一次 两次 三次 一次又一次 老公不要我做饭 所以我老公在家的时候 我真的不做饭的 我老公出上班了 那我也做 但是大部分的都是我做给我自己和孩子吃 如果要给全家人做饭 那都是我大嫂做 我刚刚来中国的时候呢 我也是和大嫂一起做饭的 但是从我生孩子了之后呢 都是我大嫂做得多 我做得少 从我回上二胎了之后呢 我没有给全家人做过饭的 都是我大嫂做 不是我不想做 我没有那个时间了 孩子一哭呢 全家人都着急 我大嫂呢 年龄还小 她现在才23岁 但是大嫂非常懂事 也非常勤快的 她是没有生过孩子 但是大嫂非常理解一个女人 怀孕是挺累的 带孩子是很辛苦的 她看到我怀孕一大肚子 然后还带着孩子心 她也是非常理解我 家里的活呢 都是大嫂干 有时候呢 我去帮忙 大嫂都不让我帮忙 大嫂忙前忙后的 给家里人做饭 然后她有时间 还帮我带孩子心 我都看在眼里 都放在心里 以后大嫂有孩子了 我也会这样子对大嫂的 我和大嫂呢 从老五再来中国 她不能靠我 我也是有过人靠她 我们两个呢 在中国 有一个不好身体的婆婆 都帮不上什么忙 只有她帮我 我帮她 大家看到我和大嫂的视频呢 肯定不一样的 大嫂的视频内容 就是做饭多 我的呢 就是说话多 但是真实的 我们两主理 也会互相照顾帮忙的 然后我老公做饭这个事呢 就是他喜欢吃 他就喜欢做 之前呢 我没有嫁给他 他也是喜欢做饭的 我嫁给他了之后呢 他还是喜欢做饭 所以他在家的时候呢 都是他做饭的 我这样说呢 也不是说是一个男人了 必须要做饭 或者是一个女人了 就要必须要做饭 但是我觉得一个男人 他会做饭呢 就是好事 所以我老公会做饭了 我就不出场做饭 两伙子在一起呢 做饭 做家务 带孩子挣钱 都是两个人的事 不是你帮我 也不是我在帮你 两个人在一起 都要知道 互相照顾帮忙 每一个家庭呢 家里的情况都不一样的 里面呢 外婆是国内的 然后婆婆身体也好 那么里面两口子 在外面上把挣钱 孩子呢 交给婆婆 做饭 做家务 都是婆婆来管 或者是外婆来管 但是像我和我老公 现在来说呢 外婆是在国外了 然后婆婆呢 身体又不好 所以我们两个人 光能靠自己 在这个时间上呢 每一个人 无论他活的什么样 都会有人说三到四的 所以有网友评论说 叫我勤快点 也是正常 你们要怎么说 我还是不在乎的 我在活的还是以后 我的日子要怎么过 现在呢 我老公会做饭 如果我还出场发做了 孩子还是我一个人带 我婆婆身体也不好 我妈妈也是在国外了 在中国这边呢 我都没有亲戚朋友 唯一一个人可以靠 都是我老公 但是所有的一切 我都不要我老公做 都是我一个人做 那么以后也成这个习惯了 我老公什么都不做了 所有的一切 都是交给我来做 那到那个时候 我不是能干的媳妇了 我就变成苦命的媳妇了 所以现在我老公会做饭 那么我就要他做饭 如果他不会 我去做饭了 他看孩子 他不能看孩子开心的时候 孩子哭了 饿了 大便小便了 那还是要找我 那么我一边做饭 还要一边过来哄孩子 那我搞半天 饭都做不好 孩子都哄不好 最后呢 就有一个办法 我背的孩子去厨房做饭 找我老公在下方打游戏 如果我把我老公养成这个习惯了 那么以后的日子我要怎么过 我觉得现在我们两口子养成这个习惯是挺好的 我带孩子 然后我老公做饭 你们觉得呢 知道吗 诜ح 语 语 语